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东周列国志 今天咱们讲第三回改革和亡国 上一回咱们说到儿歌 其实儿歌在冯先生写的故事中是代表天命 冯先生是试图说服你周朝灭亡是天命 是老天爷的意思 咱们接着讲书里的故事 周宣王听完儿歌 在朝堂上处理完宫事回到后宫 江皇后来禀报 有一个宫女 因为以前遇到妖孽怀孕 她怀孕了四十多年 前几天突然生了一个小孩 一个小女孩 这件事我真的不愿意讲书里的那个故事 因为书里说的那是一个鬼故事 完全不着编辑 实际上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有宫女背着宣王和人私通生了一小孩 皇后有管理后宫的责任 所以这件事上她有失职的责任 出了这样的事最后编了一个瞎话 蒙骗宣王 这就是那个妖孽的故事 就是你看这故事里两个意思 一个是这个宫女啊 怀孕四十多年 实际上为什么是四十多年呢 周宣王这个时候的执政是四十年 四十多年那就是宣王你也别查了 这件事这个鬼故事的源头和你无关 另一个事情就是就是孩子已经扔了 因为是妖孽所以只能扔出去 认其自生自灭 宣王一开始啊 居然是信了 但是第二天宣王就明白过来了 再让人说去把那孩子追回了 孩子已经顺水飘走 不知道去哪 找这个大臣来算一挂 算挂的啰哩啰嗦说了一大堆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竟然最关键的是竟然在 在这个算挂的人 他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是压狐基辅 就是咱们以前提的 说用桑木做成的弓箭袋子 于是宣王立刻就下了两个命令 第一个就是桑木做的弓箭袋 压狐基辅在后京严禁销售 销售这种弓箭袋的人杀头 第二个就是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个被丢掉的小孩 这两个命令一出 立刻就引出了另一件事 一个一对卖工的夫妇 因为不知道周宣王的这个禁令 所以就带着这个桑木做的弓箭袋进城 在城里卖老婆呢 结果被抓住了被杀了 老公跑了 跟着发生的事情 那那我不说你也能想到 是吧 老公在逃跑的途中 在河里捡了一小孩 并且带着小孩跑回了报国 在郊区隐藏了起来 那就是那就在五官的附近 以后是吧 这件事逐渐的就被人淡忘 六年以后周宣王四十六年 是吧 宣王因为在一次打猎的过程当中 突发心脏病 回来以后不久就死去 书里说的那个周宣王因为杀错了忠臣 是吧 所以所以后来遭到这个冤鬼索命 这个故事大家也不用理会 这事不可信 实际上咱们分析周宣王遇到的病症 就是心脚痛 是吧 这种持续的心脚痛会让人夜不能美 做噩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是吧 宣王最后死了 他的儿子继承了天子位 这就是周幽王 你想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啊 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 岁数就已经很大了 是吧 周幽王的老婆绅士 做了做了皇后 他的绅士的绅士和周幽王生的大儿子 依旧做了太子 老丈人就是绅伯 是吧 周幽王就把绅伯进封为绅侯 这就是后来故事当中 咱们将经常提到的那个绅侯 身后是周宣王的老丈人 小说中说周幽王这个人呢 不怎么样 他一上台就远离以前的那批忠臣 开始和几个奸命搞在一起 这个话呀 大家要明白 其实掌柜认为这话说的不厚道 这个故事是 是冯孟隆把这个故事讲歪了 是吧 周幽王一定会启用一批新人的 用新人代替旧臣 这没什么好说 这是一定没什么呢 你想周幽王怎么会重用那些老臣 你别忘了 就是这帮人让周幽王的爷爷下课了 虽然他们他们立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为天子 但是周幽王怎么可能还信任他们 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些老臣已经不值得信任 周休 周幽王自然会信任一些新人 书中说了周幽王上台以后老臣们都让他给退休 是吧 主要这书中主要提的就是两个老臣 大家去看 一个是周公 一个是少公 是吧 周幽王开始信任四个新人 那书中也说了 这四个新人就是老丈人身侯 还有一个呢 是是国侯 郑伯和暴侯 这样四个人 书中说呢 说这身侯啊 也算是忠臣吧 他后来虽然犯了错误 郑伯 这个人也还算 还算有良心 是吧 但是这个 这个国侯是小人 国师傅 是吧 这是国侯 这是个小人 暴侯呢 暴侯一开始还算是好人 但是后来也不好说 其实史书中这一段 也是这么写的 就几乎和小说当中的说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咱们还得 还得仔细分析一下 周幽王是不是一个史书中说的 糊涂蛋 信任小人呢 真的吗 如果我跟你说 您手里有一份地图 掌柜能告诉你 为什么周幽王会重用这几个人 一听我一说 你就明白了 周幽王并不是一个混军 他信任这些人是非常有道理的 从周幽王开始 实际上周朝从周五王建国以来 一直持续了几代人的周公 少公辅政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是吧 周幽王让老一辈的机姓贵族都下课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以机姓贵族为核心的 旧的权力架构倒塌了 到周幽王这里就倒塌了 因为周历王的事 这一切都彻底彻底改变 先上来的这些人 申侯我告诉你 在申国 申国在哪 申国在现在的宝基附近 大体上对陕西有了解的人 是吧 都知道宝基是关中的西大门 这儿以前叫散官 申侯在这里为周天子守守国门 散官以外 宝基以外 就是犬容 你说你说周天子 周幽王信任申侯 是不是一个很靠谱的决定 周幽王不但娶了申侯的女儿当老婆 还把申侯的女儿封为王后 而立他的儿子依旧为太子 这不是崇信小园 这真的是知道哪边轻重 第二个 咱们再回来看 看这个国后 国后所在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陕西的三门峡 这一段 是吧 我说的三门峡 陕县 是吧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韩古关就在这 韩古关是关中通往以后 六国的最重要的门户 我问你 你说 你说周幽王信任这国师府 信任这国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这也是一个位置极端重要的人 他也是一个为天子守国门的人 第三个 是吧 就是报侯 报侯在哪 报国在现在的武关 这就是东南方向上 关中的门户 同时 这里说 报侯也受到弃重 其实 这又是一个替天子守国门的人 是吧 出了武关 就是那个著名的分裂势力 秦国 主国 我其实是觉得 这也是一个不能得罪 必须拉拢的人 你说对吗 是不是 你看信任或者说重用 笼络这样三个手握重兵 为自己守国门的人 这能说是一个昏庸的人干得出来的吗 不是 这是一个很知道哪边轻哪边重 知道轻重的人 周幽王就是这样一个人 书里提到周幽王重用留在身边的另一个人是谁 是郑伯 周幽王为什么会用郑伯呢 郑伯你知道是谁吗 郑伯是周幽王的亲叔叔 郑伯和周宣王和周幽王的老爸是亲兄弟 他老爸是周立王 是吧 郑伯的老爸是周立王 还有比这个更亲的亲戚吗 你说 所以周幽王重用这些人 要么是至亲 要么是替他守卫关卡的重臣 实际上看不出周幽王昏庸 反而其实你越琢磨 这周幽王的脑子 你会越觉得他很清楚 周朝在周幽王出世 其实跟大家说 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原因 周幽王改组了政府 让一帮老臣退休了 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这个周公 以周公为例 是吧 周公从辅佐周武王的儿子开始 就就就一直在朝廷里 一代代人 子承父业 可是这一次 周幽王居然让他退休了 并且没有按照惯例 把他的儿子招到耗尽 而就是让他回了封地 不止他一个 是所有老臣 所有当年参与了周天子 周立王 周宣王的那场变动的人 都下课了 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引起了关内救贵族的不满 后来浩金遭到江戎围攻的时候 没有人来救 那书里跟你说 那是因为烽火系诸侯 其实不是 这背后是旧贵族受到冷落以后的愤怒 就是这样 要是周公 少公 有一个在朝堂 那肯定是一呼百应 不会是后来这个局面 但是周天子 现在不用他们了 很多人就等着看 你周天子的好看 等着你抓下 但是书里的这个故事不是这样讲的 是吧 因为 因为故事 书里的故事 要沿着儿歌的那个方向去讲 你明白吗 要把女货讲出来 是吧 我们的历史都是 都是有对错的 很少说 有像掌柜说的 这样有辩证的 不是 要么这个人是忠臣 要么这个人是奸臣 忠臣 怎么可以搞 搞政治斗争呢 你说是不是 关键时刻 你看中国历史上 关键时刻 哪有说忠臣们不挺身而出的 哪有忠臣说 最后给天子脸色看 这叫什么忠臣 所以这个故事 一定不能这么样讲 于是这个 就得把这个故事讲成女货 这个黑锅 就得让报寺来背 怎么背 是吧 报寺就是 就是宫女生的那个妖孽 就是被那个 雅虎基伏的人 暴走的女孩 于是 这个政治斗争的故事 一个改革的故事 在这儿突然变成了 公斗剧 没错 公斗剧 报家的老爷子 在朝廷里 因为耿直而得罪了 昏庸的周幽王 结果被关了起来 是吧 报家的人为了 营救老爷子 就就买了一个美女 进献给周幽王 当然这个美女 就是报寺 天下的命运 出人预料的 现在就取决于 两个女人 在后宫的斗争 这个改变 今天我们看着很狗血 但是当年 这可是很新颖的 很巧妙 把一场大战 一场大臣的 那种 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变成了一场 精彩的公斗剧 故事就变成了 一个大老婆和小老婆 为了给自己的亲儿子 争家产而展开的殊死争夺 周幽王的大老婆身后 是吧 他儿子就是太子一咎 他身后的是守卫散官的身后 报寺呢 报寺的儿子是伯福 他身后同样是守卧国门 镇守南国的这个报寺 是吧 身后有有名分上的优势 但是报寺年轻 而且受到周幽王的宠爱 这个故事咱们不讲了 是吧 结果你肯定知道 这没有争议 是吧 多数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跟 是吧 说了算的老街 肯定最后吃亏的是大太太呀 当然 报寺获胜的代价 也是蛮大的 这事不得人心 所以后来 很多屎盆子 就可以扣到他的头上 反正你已经十恶不赦 多背几个优合房 报寺身上承担着 很多莫须有的罪 其中一个就是所谓 烽火系诸侯 啥说是周幽王为了 为了吼暴司高兴 所以胡闹 演出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他点燃烽火 让周边的诸侯呢 以为敌人打来了 是吧 来救号星 可是到这一看呢 啥事也没有 这个故事几乎成为正史 主要是因为 司马迁也是这么讲的 史记当中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其实司马迁在这儿啊 是是说错了 烽火这种东西啊 是吧 烽火这种 是汉朝才有的 周朝就就没有烽火这种东西 那何来烽火系诸侯呢 就这是甩锅 是吧 烽火系诸侯 和和那些好京附近的诸侯 不来救援 救援天子 成为这些人不来救援天子的原因 其实这两件事没有关系 他们不来 是因为他们在这场人事变动中 自以为吃了亏 怀恨在心 现在在看热闹 只是说后来出事 最后写历史的时候 那就把锅丢给了小女子报死 这其实很无耻 这个故事 如果你知道了真相 你再跟着以后 这故事千万别再跟着别人说 是吧 那样你就会变得很可笑 看宫斗剧已经很无聊 再把他们当历史说 这就真的让人觉得无语了 是不是 最终周游王就是废太子 废了身后 史书上是说呢 委屈的身后 干出了一件出阁的事情 他偷偷的跑回了娘家 跑回了身后 那里 你是天子的皇后 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媳妇 这件事成为周游王的七尺大儒 因为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太多了 周游王于是勃然大怒 带领卫队到老丈人家去讨说法 结果老丈人一害怕 就请邻居来帮忙 邻居可不管 邻居管那 上来就下了黑手 这个邻居就是犬戎 原本身后负责防卫 西防卫的这个西北少数民族 可是现在的身后答应了犬戎 我放你们进去 你帮我灭了我女婿 是吧 我眼看着你们去抢浩镜 结果具体的过程 大家去听掌柜说 的那个连坡传 是吧 咱们在那里讲过这个经典的战役 浩镜之战 结果就是犬戎杀了周游王 杀了伯福 是吧 劫走了报寺 劫掠了浩镜 然后走了 郑伯和国侯 在这场在这场战役中战死 周游王的家底 就就算是全赔光了 浩镜也毁了 人脉全没了 但是这 这就是真相吗 掌柜告诉你 不是 这个故事的结局 其实不是真相 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好了 今天咱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关于 浩镜之战 最后的真相 我们下一回 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